眼前的女人把黄金放进嘴里 直接嘎嘣嘣嘣嚼嚼咽了 吃完黄金后她全身发出金光 看着一脸震惊的服务员 女人朝着她招了招手 摸着服务员脖子上的宝石项链 接着一把将其拽了下来 只见她拿着项链轻轻一念 项链就融化成了金色的液体 伴随着一阵诡异的咒语 柜台上出现了一柄金色的拳杖 就在女人准备把蓝宝石放上去时 一群持枪佛伯勒们赶了过来 警告她不要轻举妄动 然而女人却直接转过身来 就在众人以为她必死无疑的时候 女人却再次站了起来 反手就把宝石放到了权杖上 她不顾迎面射来的子弹 直接召唤出了一大群怪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